我与嫡姐只相差一岁 嫡母嫁入门 祖母和父亲本要随意打发走我娘 可我娘根本无之可依 好赌的父亲 天心的母亲 懒惰的大哥 柔弱的她 嫡母拦下了 抬了我娘为姨娘 姨娘比通房丫鬟地位高 月银都多了好几两 娘很开心 嫡母有孕时 娘才又伺候父亲 她对此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我娘胆小 愣是等嫡母平安生下长女才敢有孕 怀我时 我娘日日烧香拜佛 人家求子她求女 万万不可在嫡母前生下男丁 我娘生怕她一不小心生了个数长子 我问过我娘 若我是男孩怎么办 我娘眼一闭 说只好对不起我了 死到有不死贫道 我娘把庶女之礼 以娘之道 修炼得炉火纯青 然后 她将此数传授给了我 娘说 外祖家这么多庶女 数她过得最好 这一切 都仰赖于 她足够安分守己 我娘的真礼 不是自己的 强求不来 我娘讨好嫡母 嫡母睡觉她打扇 嫡母吃过她扒皮 嫡母渴了她倒水 嫡母饿了她地高 嫡母身边的大丫鬟秋菊每每见了我娘过去 都气不打一处来 无她 我娘提高了嫡母屋里的服饰标准 都照这个样子卷起来 这谁受得了 嫡母威严较重 且日日抓我学习 我轻易不敢靠近 便把主意打到嫡姐身上 大的讨好大的 我一小孩讨好小的 也说得过去 可我没想到 嫡姐比嫡母还可怕 嫡姐自个儿优秀 便不许我蠢笨 可我烂泥服不上墙 写字像鬼画服 插花像拔草 画画像狗爬 跳舞刚跳几步 便把自己绊倒 嫡姐恨铁不成钢 日日骂我蠢 我委屈落泪 嫡姐骂得更凶 骂完了 便一板一眼教我重新写 我回屋跟阿娘诉苦 没想到阿娘也苦大仇深 后来 嫡姐觉得我蠢 都是受阿娘影响 嫡母听了 身以为然 便将阿娘的文化教育也提上日程 苦 当庶女姨娘可真苦 我和阿娘四目相望 唯鱼失望 她写了一个苦 好像弱 我写了一个大 好像太 嫡母觉得我娘不认真 嫡姐觉得我态度不端正 嫡母罚阿娘背三字经 嫡姐罚我读百家姓 阿娘背乡九龄能温习 提到习字 阿娘就打瞌睡 等她醒来 便到了嫡母用饭时 她平常跑得比谁都快 更何况 今日有她最喜欢的八宝鸭 可偏偏今日 磨磨蹭蹭 非说自己头疼 我仰天长叹 到底是姜 还是老的辣 装病这招 我怎么就没先用上 嫡母派人送来莲心茶 还让阿娘连心一起吃了 连心轻火 姨娘夏日头疼 多半是暑气太重 阿娘缩缩脖子 说自己已经好了 秋菊冷冷开口 学着嫡母的样子 姨娘若是好了 便过来把三字经背一遍 阿娘立马扶着脑门 这夏天哪 就是容易中暑 替我多谢夫人一番好意 阿娘一饮而尽 我怀疑她根本没嚼 就这 还苦得呲牙咧嘴 我吐死胡碑 乖乖被我的百家姓 嫡姐甚是欣慰 到底是我妹妹 认真学了还是有成效的 我不敢说是嫡母的杀鸡警侯 但更不想让嫡姐认为我如此可教 但嫡姐铁了心 要把我培养成一代才女 仅次于她之下 这一切都源自一场诗会 会上有个庶女 名叫秦彩瑞 既能歌善舞 又懂琴棋书画 我实在不懂 同样是十几岁的孩子 怎么有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秦彩瑞当面嘲笑我笨 你嫡姐才名在外 你身为她妹妹 怎必对秦彩书画一窍不通 只知吃喝 我倒没生气 因为她说的是实话 可嫡姐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非说我是可诉之才 将来必定超越她 我急得要摆手 被嫡姐一个眼刀子杀过来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大概又是我神暖的妹妹 怎么会比你差 旁边还有个庶女很羡慕我 说迪姐对我真好 我叹了一口气 真想跟她换个姐姐 她可不知 有个卷自己还总想着卷姐妹的姐姐 有多可怕 回府的一路上 我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迪姐手就没停过 苦大愁深 我知道 她定是又在给我设计课程 果然 快到府时 迪姐满意一笑 还让我放心 照这个计划 不出三年 你定会胜过那个蠢货 我看了一眼 密密麻麻全是字 簪花小凯 足足几大张 我缩了缩脖子 迪姐又开始咬牙切齿 我倒要看看 谁还敢小看我神暖的妹妹 然后转头教训我 你是死的呀 人家说你 你没张嘴反击回去呀 我脖子缩得更深了 诗会上我只顾吃 根本没听清她说的是什么 又说的是谁 我还在四周看了一圈 以为她在说别人 等我反应过来时 迪姐就已经上了 眼下我被迪姐骂个狗血淋头 整个人都快碎了 迪姐叹口气 摸了摸我的头 好了 别哭了 我没哭 但迪姐觉得我在哭 你放心 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 你定能出人头地 可是 姐姐 我不想 我真的不想 迪姐毫不在乎我的反抗 每日像打了鸡血一般 拽着我上学堂 我娘看了 都觉得唇亡齿寒 不过 她也好不到哪里去 迪姆看她 对文化一窍不通 实在是朽木不可刁野 正在教她算账 迪姆下了最后通牒 她身边不留无用之人 这可把阿娘挤死了 作为一个一天不讨好夫人 就浑身不得尽的姨娘 我娘将嫡母看得比男人都重 阿娘说了 男人吃干抹净就走 可夫人却是日日都要相处的 宅院里的事是夫人做主 她虽然脑子笨 但一点也不傻 这就叫打蛇打七寸 迪姐的日日训练 还算见点成效 等我十三岁时 我已可以写一首 绞柔造作的诗 此时迪姐已经明满京城 一首《好琴高山流水》 难觅之音 迪姐也曾起过教我学琴的心 但交了一月后 迪姐放弃了 她很少放弃什么 这是她第一次 她说 听牛弹琴比对牛弹琴更可怕 最后一次迪姐教我琴艺 半个时辰后 她从耳朵里掏出棉花 面无表情 已然麻木 妹妹 答应我 以后你恨谁 便把她绑了 日日听你弹琴 这刑法 堪比十大酷刑 我欲哭无泪 但很开心 要学的东西 可以少一样 但迪姐永不言败 学琴不成 她让我吹销 迪姐说 琴销合一 可巧 我竟真的对肖有几分天赋 迪姐洗得眼眶湿润 我就知道 我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铁杵也能磨成针 棒吹也能生出脑子啊 我脸红一片 被迪姐夸 我有点受宠若惊 迪姐十六岁时 出落得亭亭玉立 身材高挑 肤色白皙 腰若直丸素 脂若削葱根 反观我 身材矮小 浑身肉乎乎的 脸颊圆圆 迪姐很是费解 非说我是因挑食营养不均衡 逼着我日日多吃青菜 我脸都吃绿了 身高都未涨一分 迪姐再次觉得挫败 上次还是教我弹琴 但迪姐永不言败 可能因为迪姐辱名叫久儿 听说多运动可使人长高 迪姐便决定带我去骑马 阿娘也想去 但阿娘走不开 迪母这些年教她看账本 还把一间铺子给了她打理 给她定了一个小目标 年底要赚一万两 如今还差三千两 阿娘愁得想怂恿我去拿宫中银子消费 盲备我拒绝 笑话 你不敢惹迪母 我就敢惹迪姐吗 早说了 我和阿娘一个比一个窝囊 我们俩就是嫡系的狗腿子 迪姐带我去马场 亲自给我挑了皮小矮马 没办法 我太矮了 看看到姐姐下巴 陈将军家的小公子 陈令看了我就笑 他一直那么讨厌 每次他见了迪姐话都说得胡伦 见了我却有说不完的笑话 你骑上这马 不知道是你骑马 还是马骑你 我恼羞成怒 白了他一眼 摸了摸马踪 迪姐先依怒马 侧马而来 皱着眉头 陈令 不许欺负我妹妹 陈令脸红一片 哎 又是一个爱慕姐姐的 姐姐及及后 迪母便为姐姐相看人家 相来相去 总是不满意 眼看着我也快及及 迪母便想着两个一起办 迪姐很是同意 但也很遗憾 到时候 没我在旁边督促你 你也要日日读书 这句话让我蹊跷开了一窍 这么说 成婚后 我便可以离开迪姐 不用学习了 我脸上的喜色露得太快 被迪姐很快捕捉到 迪姐立马跟迪母说 我舍不得妹妹 最好把我和她嫁到同一家 比如两兄弟 我双手举起 强烈反对 姐姐是尚书府的嫡女千金 我一个庶女 她能嫁的 我只能嫁给庶子 或者当田房 迪姐翻了个白眼 这有何难 让母亲认了你为嫡女不就好了 迪母点点头 我娘立马瘫软在地 这可万万不行的 以树为敌 乱了肛肠的 会给夫人添很多麻烦的 父亲并不是一个好爹 他光姨娘就有三个 除了娘 还有李姨娘和邱姨娘 李姨娘生了个女儿 台行老四 邱姨娘生了一儿一女 台行老三和小五 迪母仅有迪姐一女 父亲早就想让嫡母认小五为嫡子 可嫡母铁了心不听父亲的 俩人因此闹得十分不好看 若非嫡母娘家强大 父亲甚至不会在意嫡母是否同意 你嫡母 很难 这些事都是阿娘回来说的 所以 若是嫡母将我记在名下 邱姨娘那边必定会掀起风雨 我虽然窝囊 但也不想嫡母因我受气 可事情还是找上门了 邱姨娘生得貌美又柔弱多姿 父亲那样的俗人喜欢 我也喜欢 就连阿娘背地里也说她自己若是男子 也喜欢这般的 温柔小意 红袖天香 这话被嫡母知道 嫡母晾了我娘足足七日 前三天 我娘深感解放 虽然为不能伺候嫡母忐忑不安 但盛在不用看账本 第四天 我娘终于觉察出不对劲了 她又不敢直接问嫡母 只能拐着弯打听 嫡母冷笑 掐着嗓子 邱姨娘这样的 我若是男子 我也喜欢 你看 我与阿柯喜好一般呢 娘缩着脖子 急忙辩驳 夫人误会 我不是 那天 我娘唾沫星子乱飞 细数邱姨娘种种不是 事情传出去 人人都以为我娘要争宠了 三妹妹还奚落我娘 想老磅生猪 我放下筷子 只对她说了一句 你娘比我娘老 她无可辩驳 气得饭都没吃下去 她总不好 让她娘限改岁数 那岂不是越活越回去了 可惜啊 这人就是越活越回去 邱姨娘想逼着嫡母认下小五 嫡母气得心口疼 跟父亲闹了几次 不欢而散 父亲逼她 祖母也逼她 就连远在塞北的嫡姐的外祖母 也劝嫡母三思 嫡姐大了 嫁出去之后 娘家若无兄弟 受欺负了 都没人帮 这是他们用的最多的理由 我头次见嫡姐红了眼眶 她书也不读了 琴也不谈了 最主要的事也不盯折我不要挑食了 我想吃肘子就吃 想吃烧鸡就吃 但吃在嘴里却梅子梅味极了 女子真难 若因我让母亲受难 我不嫁了便是 我急忙劝她 可别这么想 嫡姐不嫁 岂不是明天护城河里全是碎成八块的心 我不忍哪家的小公子伤心难过 还有就是 凭什么呢? 嫡母经商 嫡姐才女 可她们历世的依托竟要他人来定 我给嫡姐出主意 如果嫡姐夫比父亲职位高 是不是就可以让父亲改变主意了? 嫡姐手掌一拍 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 阿晴 我就知道 你是在扮猪吃老虎 日常故意装蠢笨吧? 姐姐 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 别再加课了 我真的学不下了 学不下了 嫡姐说干就干 平日里 她与京都的小公子都保持很远的距离 对她们而言 嫡姐是孤傲的高岭之花 嫡姐看着我 眼神复杂 阿晴 若我选了这些人家 就不能跟你在一个府里了 我竭力压住嘴角的笑意 故作惆怅 是啊 我也不想的 但姐姐要多为母亲想想呀 嫡姐对此 烦恼不已 我娘还只以为我很伤心 头次很严肃跟我说话 劝我不要一时糊涂 跟着嫡姐后面跟人做妾 你嫡姐对你好 你要知恩图报 万不可做让她伤心的事 世上哪有女子愿意夫君类妾 我立马启示保证 我绝对不做狼心狗肺之人 阿娘一巴掌拍我肩膀上 你什么意思 是在讽刺我狼心狗肺吗 不好 我娘要长脑子了 我娘长脑子后 第一件事就是给邱姨娘找不痛快 邱姨娘骂我娘是嫡母养的一条狗 我娘说狗也分家狗和野狗 还有未不熟的白眼狼狗 邱姨娘骂我娘不得宠爱 迟早被父亲赶出去 我娘说她有良田白母 铺子两间 出去也饿不死 邱姨娘没有 说要去找父亲哭 我娘甩着帕子说找也没用 找夫人哭才有 邱姨娘去告状 哭得梨花带雨 我娘也哭 哭得不忍直视 我还看见她偷偷往我爹身上抹鼻涕 父亲被哭得一个脑袋两个大 此时不了了之 回来了我娘猛洗眼睛 太辣了太辣了 下次拿个青辣椒就好 别拿红辣椒了 嫡母一边把敷眼睛的草药递给她 一边咬牙切齿 骂我娘蠢死算了 回头又派人送来一条珊瑚手串 我娘美滋滋收下 立马戴上 这个是不是比邱姨娘的大多了 娘无嫡母 无以至今日 她蠢 有一半是被嫡母纵容的 嫡姐忙着找夫君 便松了我这边 我欢天喜地 日日睡到日上三干 圣旨传来时 我还以为在做梦 嫡姐 竟要被封为皇后 我的乖乖 还得是你 我姐不愧是我姐 流水一样的各种礼品 装满了院子 圣旨说 下个月初八便是好日子 要迎嫡姐入宫为后 宫女站满了嫡姐的院子 我仗着身材矮小来回穿梭 被宫女逮到 正要被教训 却被嫡姐看见 嫡姐暗暗白了我一眼 姿态端庄 这是我妹妹沈晴 与我最是亲厚 见她 便如同见我 宫女一脸 态度立马变得恭敬 我忙姿着牙对者嫡姐笑 嫡姐一把把我抓进屋里 关上门 嫡姐又变回了从前的样子 我竟有些怀念 我指定有大病 我问你 让你画春日图可画好了 我缩了缩脖子 画一半了 嫡姐怒怒圆争 足足十日了 你才画一半 也是 嫡姐十日 皇后之位到手 我十日 春日图二分之一 好吧 四分之一 我苦着脸 搂着嫡姐的胳膊 我太想姐姐了 姐姐不在我身边 我茶不思饭不想 画画都不想画了 嫡姐叹口气 捏了一把我的脸 是瘦了点 不是 姐 你是不是总觉得我瘦了 我如此撒娇卖萌 可到底软不了我姐姐铁石心肠 嫡姐一边忙着备婚 一边死盯折我画完 嫡姐成婚前一天 我比嫡姐还开心 可她刚走 我就哭成狗 娘搂着我 哭得好像是亲闺女死了 嫡母没眼看 让我们别哭了 娘哽咽 冷酷 我点头 无情 继续抱头痛哭 嫡母直接命人 把我们拖进屋 嫡姐进了宫 我突然爱上了 从前最讨厌的琴棋书画 每日乖乖完成 都放在盒子里 等有一天 嫡姐瞪着眼睛 说我肯定偷懒吧 我立马拿出一盒子字画 她并会惊呆 一想到这 我便偷偷地笑 我这边想着嫡姐 府里的人也在想着嫡姐 嫡姐当了皇后 父亲是再也不敢得罪她了 也不敢再提拔小武技做嫡子 可嫡姐有孕 皇上下旨 准娘嫁人进宫陪者 父亲又有了新招 要把三妹妹送到宫里去陪嫡姐 嫡姆摔了一整套茶盏 我儿进了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去处 福还没想到半分 便有人想来分一杯羹 实在可耻 父亲与嫡姆彻底离心 嫡姆还被弃病 邱姨娘上蹿下跳 棒打得像个没尾巴的猴子 嫡姆病了 邱姨娘便总欺负我和娘 李姨娘常年吃斋念佛 跟着祖母混 根本不会移娘圈 邱姨娘也不敢去招惹 她有父亲护着 娘没有 她的女儿也不争气 十次有妻 娘总是受委屈 她又怕嫡姆生气 只能忍着 我真的好想嫡姐 听说深宫寂寞 不知她可还习惯 身边可有人逗她开心 父亲定下三妹妹前夕 我给自己上了庄 去了前院 这半年我抽了条 脸上婴儿肥退下 早已与从前不同 我不太出门 与父亲只是没几天见一次 父亲很是惊讶 我竟主动找她 我自请入宫 父亲 嫡姊已是皇后 何不为沈家再添一个皇妃 我虽怯懦 但也知道 娶妻娶嫌 那妾那美 论美貌 我更胜一筹 父亲虽喜爱邱姨娘 但更爱自己 她同意了 阿娘知道了 打了我一巴掌 你不帮着你嫡母便也罢了 那可是你嫡姐 从小便护着你 疼着你 我怎教出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狗东西 我捂着脸 没有说话 我只是想她了 进宫前 嫡母为我准备了一切事宜 还托我带信给嫡姐 阿娘倔强 不肯跟我说话 邱姨娘和三妹妹 气得鼻子都歪了 父亲脸上的褶子挤成一团 她也曾十几年寒窗苦读 一篇策论被先皇亲点探花廊 如今却要靠女儿走仕途 可她又看不起女子 何其讽刺 见来的是我 姐姐长叹了口气 她瘦了 宫女说 姐姐孕兔吃不下饭 让我劝着点 为了皇子 娘娘得多吃点 宫女给姐姐加了几筷子肉 姐姐皱着眉头 用帕子捂住嘴巴 强忍遮难受 我歪了歪头 站起身赏了宫女一个耳光 什么时候 由着你为皇后娘娘做主了 宫女捂着脸 看着我愤愤不平 你竟敢打我 你不过一个庶女 进宫来 谁人不知你的用心 我笑不及眼底 姐姐却怒了 本宫的妹妹 打你便也打了 经旁边人提醒 我才知道原来宫女背后站着太后 太后不惜姐姐 觉得姐姐靠着狐媚手段才得了皇后之位 我握住姐姐的手 眼眶湿润 总算看到从前姐姐的样子 姐姐拍拍我 让我放心 若是连你也护不住 我这皇后还做得有何意思 我浅浅一笑 可以苟杖人事 真好 姐姐恼了 我不在 你是不是又不好好跟着夫子学了 每日功课可做完了 苟杖人事是这么用的吗 我脖子越缩越短 忍不住偷偷看姐姐肚子 哎 可怜的娃 你娘太卷了 以后你的日子 我都不敢想 皇上很宠爱姐姐 日日都会来看姐姐 我日日便找借口 不在跟前 见不到 才会好奇 姐姐眼神晦暗 说我不必如此 她信得过我 我吓了笑 姐姐又不是不知道我 我最是怕见人了 见了皇上还要下跪 疼得很呢 我拽着姐姐袖子撒娇 不成想皇上进去而复返 她哈哈大笑 弯下身子看我 眼神里满是好奇 还有细咎 我迅速跪下 被她拦住 视而扶起娇无力 皇后你这妹妹倒是生得柔弱 既然觉得疼 朕许你日后不用跪 视而扶起娇无力 使是新城恩泽时 她在恶心我 我收了笑 规规矩矩行了跪礼 神色惶恐 皇上爱众皇后娘娘 便爱乌吉乌 可规矩便是规矩 臣女不敢 无论她问什么 我都装傻冲愣 几个回合之后 皇上指着我笑 你看看 这小心的样子 难不成正是老虎不成 我抿了抿唇 没有接话 但小心地抬了头 露出柔弱胆怯的模样 我见尤脸 嫡姐为我打着圆场 阿晴胆子小 皇上您就别再吓她了 皇上呜了一声 长得到与你有几分相似 但性情差远了 你妹妹可比你乖巧多了 嫡姐扁了扁嘴 眼波流转 陛下喜欢乖巧的 自可以去荣妃那里 荣妃温柔贤淑 是陛下都称赞的 臣妾是万万比不得的 我从未见过嫡姐这般模样 娇柔 造作 她曾最讨厌的样子 她本是高山 却要俯下身子 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只为讨好枕边人 皇上文言哈哈大笑 极为享受姐姐的醋意 温柔小意地哄着 我找准时机 悄然退出去 荣妃吗 我虽入宫不久 但也听说过荣妃端庄之名 善及六宫 一个妃子 却以端庄温婉贤出名 她想要什么 昭然若揭 一个时辰后 皇上离开 抵解眸子黑尘 她的手冰凉 看见我 她强颜欢笑 泪盈在结 阿晴 皇上想封你为贵人 果然 男人都一样 全是富贵 只是皮 我用双手捂住嫡姐的手 使劲给她搓热 她拖出去 泪落在我的虎口处 姐姐 她擦掉泪 惨然一笑 傻妹妹 你不该入宫的 我摇摇头 姐姐有孕 皇帝下旨 这一切早就定好的 我情愿是我 姐姐聪慧但善良 自保足够 但还不够 司机太后和荣妃 我暗暗攥了攥拳头 姐姐 你不愿意的 我替你 姐姐又落泪 态度坚定 阿晴 你放心 我在宫里一天 辩护你一天 大不了 我堵住她的话头 姐姐 我愿意的 她张了张嘴巴 眉毛拧住 阿晴 宫里不是你想得这么简单 你心思单纯 如何面对 我笑了 我的好姐姐 可真单纯 她不会以为经常羞辱我 羞辱我娘的秦彩芮如今真的懂事了 才不嘲笑我的吧 其实 她见我 如同见了鬼 毕竟 头墨池水 差点窒息的滋味 她不想尝第二次 至于我那好树妹妹 听说我要入宫 死命劝着她娘 别跟我争 她是见过我面不改色 一刀抹了想轻薄我的小丝的 她害怕极了 可我对着她笑 我跟她说 别惹我 保平安 她说出去 也没人信 我一个小猫一样的庶女 人畜无害 我从小便知道 我与人不同 池塘的鱼儿死了 嫡姐会落泪 还把鱼埋了 我却觉得满池塘游着的鱼烦死了 自由自在 被人豢养 我想 我天生便没有善良 可嫡姐不一样 嫡姐善良 聪明 敢爱敢恨 她就像我期待长成的样子 那么明媚 可现在 她的背后 全是黑暗 我眼看着黑暗 快把她吞噬了 现在 换我站了 姐姐还想劝我 但我意已决 姐姐生了气 阿晴 阿晴 难道你也贪图荣华富贵吗 我冷了脸 抽了手 怎么 不行吗 从小你是嫡女 我是庶女 我一直围着你转 当你的狗腿子 现在 我有机会爬上去了 你却百般阻拦 你就这样见不得我好 还是说 你怕了 嫡姐胸脯微起 指着我眼圈红了 你竟是这般想我的 我语气蔑视 难道不是吗 她咬着唇 指着门外让我走 出了这个门 你我便不再是姐妹 我转过头 毫不犹豫地走出了那道宫门 我与嫡姐闹崩的事情 传得很快 我被封为燕贵人 皇上说 觉得我嫣然一笑的样子 很美 真没文化 但我娇羞地躲在她的怀里 对面的荣妃 有一刹内的面色难看 但很快就恢复了 臣妾恭喜陛下又得美人 她直勾勾看着我 临府果然养人 皇后娘娘国色天香 妹妹又生得小家碧玉 当真是羡煞了臣妾 只恨没有一个好妹妹 我眨了眨眼 姐姐不必羡慕 令尊正直壮年 还是有机会的 届时 姐姐有了妹妹 也可以送到宫里陪伴姐姐 我捂着嘴笑 荣妃笑将住 她母亲已年过三十 早就不能再生育 皇上也笑 天你会促侠 不过老国公都年过四十了 膝下确实空虚 她一挥手 便送过去两个宫女 荣妃帕子都快要撕烂了 还不得不替父亲写恩 我把她得罪了 自然也就得罪了她背后的太后 太后让我跪在门外 没到一刻中 我便晕倒在地 感受到熟悉的怀抱 我才悠悠转醒 皇上 您来了 我眼圈寒泪 贫妾膝盖好疼 皇上您也知道 贫妾最怕疼了 是锦纳婉 我指甲滑到她的喉结处 按着她的血脉 媚眼如丝 皇上 妾怕疼 她俯身而上 我却在想 若指尖为刃 是不是人皮足够脆弱到一划变开 她打横抱起我 不顾太后的怒火 她早已成年 地位稳固 逐渐逃脱太后掌控 可越是抓不到 就越想控制 总要有人成为他们之间的博弈 从前 是嫡姐 现在是我 太后越罚我 皇上便越宠我 我被打伤在床时 嫡姐挺着大肚子而来 她脸色不好 拆环都有些乱 看来是很急 我瞬间冷了脸 姐姐已进临盆 这胎凶险 已不出宫门半步 很久 晨昏定醒 也已免了许久 我早已暗中提点 不可透露 我的半分消息给嫡姐 到底是谁敢透露消息给嫡姐 嫡姐悠悠看着我 动了动嘴 又叹了一口气 疼不 我勾唇浅笑 皇上封了我为嫡 算作补偿 真傻 笨死了 我鼻头一酸 姐姐是在担心我吗 姐姐白了我一眼 宫里谁不知道你是如日中天的宠妃 我担心你作甚 她别过头 不肯理我 我拉了拉她衣袖 好几下 她终于肯理我 开口便是道歉 那日 是我说话中了 我摇摇头 是我先做了让姐姐伤心的事 她答非所问 不是你 也会是旁人 我生气的事 我无用 帝王的爱 如昙花一现 我以为 我可以护好娘 可以护好你 我只是抱歉 让你也成了妾 以后你的孩子 只能为数 嫡姐一百上 阴出水字 原来 她一直都知道 我娘是妾室 我也是妾室 可如若可以选 谁也不想被作践 我握住她的手 给她捂热 身旁人有眼力剑地将果子递到姐姐跟前 我讨好地看着她 她尝了几颗 面色有些缓和 结果下一瞬 嫡姐死死捂着肚子 面色骤变 姐姐 我伸手扶着她 却沾了满手的血 是谁 竟当着我的面 算计姐姐 姐姐痛苦的呻吟 从屋里传出来 我握紧了拳头 坐在软垫上 荣飞面上装着交集 仍不忘上火 皇后娘娘 早上还好好的 怎去了烟平宫里刚一会儿 便见红了 皇上面宁如冰 不发一言 荣飞娘娘远在自己宫里 倒是对姐姐和我宫里的事分外之息 难不成 是安排了什么人日日看者 贫妾竟不知 荣飞姐姐竟有如此好人缘 想必与陛下身边人也有着几分熟悉 我本就对她有怀疑 没想到她竟自己送上门 她急忙辩驳 烟平受罚 皇后娘娘进了烟平堂离宫 宫里看到的人多了去了 皇帝动了怒 多嘴多舌 荣飞不敢说话了 只是委屈巴巴 情义绵绵地看着皇帝 门被打开 皇帝身边的刘公公 拖着一个宫女 是我宫里的翠和 她直勾勾看着我 娘娘 您的恩德 奴婢终于报了 只希望娘娘看在我为您做事的份上 为我求求情 冲我来的 我死盯着荣飞 荣飞眼中闪过阴狠 翠和没几句话便交代得清清楚楚 是我 故意让人给嫡姐传消息 引她担忧 是我 故意将掺了药的果子吩咐给嫡姐吃 而她的动机 是为了报恩 报仇才对吧 我冷笑 太后娘娘罚我 我刚回宫一注香不到 姐姐便来了 从慈宁宫到唐离宫 一刻钟的路程 谁人不知 我早就昏过去 姐姐刚来不到一刻钟 便出乐事 你倒是跟我说说 我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完这些事情的 翠和眼珠子乱转 咬牙 娘娘聪慧 自是一早便算计好的 我懒懒开口 是吗? 我能掐会算 早就算到太后今日生病 算到让我失急 算到我会令太后不快 算到我会受罚 她继续嘴硬 谁人不知 娘娘不得太后喜欢 被罚是肯定的 我呕了一声 所以 你是指责太后恶毒 私自用刑 滥用法度 罚我是不惜我 而不是我犯了错 她急了 自然是娘娘惹怒了太后 我笑了 那我如何能算到呢? 自然是你刻意惹怒太后 我低下头 红了眼眶 皇上 求您给嫔妾做主 嫔妾自有幸得了您宠爱 日日循规蹈矩 恪守公规 太后美美照见 切无有不去的 太后娘娘洗佛 嫔妾便手抄佛经送上 太后娘娘爱喝沉露泡茶 嫔妾便四更起亲自搜集 这些 都是太后用来折磨我的手段 却每其名曰 我有孝心 嫔妾蠢笨 惹了太后娘娘生气 才惹了太后娘娘动怒 指点嫔妾一二 怎到了这奴才口里 不是指责太后娘娘不仁慈 便是指责嫔妾包藏祸心呢 皇帝抬手 我借力站起 委屈不已 她指着翠河 贱壁 胡言乱语 攀咬嫔妃 以下饭上 谋害皇后与皇寺 罪大恶极 拖出去 凌迟我心意寒 她这是 要包庇幕后之人了 姐姐啊 这便是你爱的人 她的心里 只有自己 我本以为皇上深爱姐姐 可我错了 皇上爱的 是姐姐带来的刺激和新鲜感 她娶姐姐 是打脸太后 她风容飞 是妥协 她宠爱我 是炫耀 她虽是帝王 却幼稚地可怕 靠女人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又靠女人来证明自己的地位 就连是壁后 她都要问我她厉害不厉害 我娇生夸她好厉害 我好爽 但我脑子里想的 全都是刚才的芙蓉糕 不好吃 是不是哪一步做错了 如今 姐姐生死未卜 她明知道背后之人是太后 太后根本不想 她这么快就生下嫡子 更不想嫡子出自姐姐腹中 她选择包庇太后 这样的男子 配不上嫡姐 屋里渐渐声音减弱 我发了慌 执意求皇帝让我进去 屋里 姐姐脸白如纸 看见我来 她凄惨扯了扯嘴角 阿晴 我怕是不行了 眼泪滚下来 我握住她的手 姐姐 不要说这些傻话 她流着泪 我若一走 你怕是会成为众矢之地 姐姐 你怎么那么确定 不是我害的你 姐姐揉了揉我的前额 傻妹妹 你带我的一番心 从前我不知 还误会你 如今我怎会不知 这宫里 谁都可能会害我 包括她 但你绝不会 我气不成声 姐姐 我要你好好活着 太医急匆匆请命 问皇帝是宝大还是宝小 我哭着求皇上要宝大 皇帝面上露出艰难 迟迟没有开口 终于 啼哭声响起 我泄了力 软在地上 姐姐生了一个小公主 可姐姐没了 接生婆哭着说着姐姐的遗言 她说 姐姐托我照顾公主 还说她相信我 绝对不可能害她 我呆愣在原地 看到接生婆嘴一张一合 我能听到她的声音 能知道她在说什么 可是我无法理解 仿佛什么东西在撕扯 在怒吼 但我却无法做出任何表情 半晌 有人晃了晃我 跟我说嫡姐没了 我摸了摸脸 才发现 泪早就流了满面 小公主很软 张了张嘴巴 手指伸出来 她秀气地打了个哈欠 竟有和姐姐一样的梨窝 想要扔掉她的新收回去 姐姐爱的 我也会爱 我以为有了我吸引注意力 我与姐姐假装交恶 用我的风头成为姐姐的挡箭牌 太后便会被分散注意力 可我想错了 害人者终将被害 只是时候未到 姐姐死后 中公之位空悬 太后一派竭力推举荣飞 但皇帝迟迟未开口 皇帝说 姐姐心丧 继后一事 至少三个月后再提 她要悼念姐姐 真可笑 她活着 你逆了便冷落她 死了 到掩起深情了 真是脏了姐姐的黄泉路 这是我不能允许的 我向她进言 说要封荣飞为后 说话间 我眼中垂下泪珠 国不可一日无君 后宫不可一日无主 还请皇上顾全大局 皇帝突然掐住我的下巴 是谁教你说的这些话 我慌乱摆手 没有人 没有人娇妾 手指抬起 她看到我手指的伤痕 满是针眼 是太后 我急伏地 陛下且莫再因嫔妾与太后争执了 太后娘娘也是为了陛下好 皇帝隐忍着怒火 她还说了什么 我垂下头 不发一言 朕云你说 我哽咽道 荣家辅佐陛下 劳苦功高 又是陛下您的外祖家 您之前娶姐姐为后 已经是伤了荣家的心 如今姐姐也死了 贫妾实在是怕极了 贫妾不怕死 但一想到与陛下会阴阳相隔 便心如刀割 皇帝的脸越来越黑 这天下 到底是她荣家的 还是我们萧家的 她扶我起来 将我搂在怀里 你放心 朕定为你做主 朕已经失去了你姐姐 万不可以再失去你 她的深情 又假又恶心 皇上执意要立我为后 说是姐姐遗愿 她必须尊重死者 所有人都说 我踩着姐姐的尸骨往上爬 对于这些流言 我一笑了之 姐姐的女儿 小名叫阿穗 姐姐说 有粮不会饿 不会饿 就能好好活下去 阿穗已经能翻身了 总是乐此不疲 我刻意堵住她 她还会反抗 用小脚压踹我 可爱至极 我必须往上爬 这样我才能护住阿穗 护住阿娘 护住嫡母 姐姐想要护着的人 我来护 姐姐刚死 父亲又起了心思 但我不是姐姐 还存有善念 刚好南洋侯柿子 刚死了一个妾室 她那么喜欢跟人共事一夫 正好良配 我对父亲书信一封 话中全然没有尊重 嫡母是可以过忌 但这个人选必须我来选 父亲很快回信 言语中全是辱骂指责 说我忤逆不孝 我笑了 立马回她 皇上亲笔御书 温婉淑德 贤雅端庄 父亲是在质疑陛下 觉得我不配为后 至此 他再不敢吭声 老老实实地上报了几个宗族子的名字 我见了 立马吩咐人 将此几子全部剔除 最后 选了一男一女 父母双亡 家产全被族人侵占 阿娘来信 说父亲 在府里摔了好几套茶盏 还夸我做得好 他早就看父亲不顺眼了 没得天天来气敌母 他还说 自姐姐死后 敌母也变得昏昏沉沉了 但我选的人不错 对敌母很恭敬 尤其是那女孩 长得与敌姐 竟然有几分相似 敌母看着 心情也好了一些 四四方方的天太小 我总觉得好嘞 敌母已有依靠 但害姐姐的人 还没得到惩罚 我怎甘心 连着两次被截胡 荣非心态崩了 从小 她便被当作皇后培养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皇后该有的闲雅端庄 她要做到 可是 她成为皇后的希望 越来越小 她开始急了 人越急 越容易出错 我让人散播了一个流言 皇上喜欢我 是因为我床上功夫了得 有人会声会色讲述 我如何勾引皇帝 如何迷得皇帝频频临幸 我想看看 自诩高贵的荣非 会不会主动用她口中下三满的手段 她没有让我失望 屋里 她一袭薄纱裙 面色潮红 扑到皇上的身上 呼吸加重 陛下 求你疼我 可她太着急了 以至于没看到背后跟着的乌泱泱的人 皇帝一声怒吓 水泼上去时 她恢复了神志 尖叫出声 她疯了 一会儿喊有人害她 一会儿喊求陛下疼疼她 她是个可怜人 皇帝给了她高位 却从不灵性她 太后脾性并不好 只会怨她留不住皇帝 时间长了 谁都会疯 我只是推了她一把 在她那日饮的茶水中加了些料 她可能没想过害姐姐 毕竟出主意的是太后 但下手的确实是她 直接死去 太便宜你了 荣非疯后 太后狠狠与皇帝吵了一架 第二天便传出太后要去西山礼佛 荣家父子告病在家 她的用意不言而喻 这是在打皇帝的脸 皇帝怒急 扯断了手中的猪串 吓得阿岁哇哇大哭 我醋了醋眉 着人把阿岁抱到一边 皇帝最近越来越暴躁了 荣家太过放肆 真当朕是软柿子 我为她揉着太阳穴 语气轻柔 太后是您的生母 母子怜心 她心是向着陛下的皇帝冷亨 她的眼里 怕只有荣家 哪里会心疼朕半分 我依偎在她怀里 揉声讲着阿岁的去世 点到为止 我若说得多了 便是挑拨离间 我能做的 便是将太后与皇帝这根刺越扎越深 她不是要礼佛吗? 我自然要欢送 我为太后准备了一切事宜 还特别友好的让她侄女也跟着 荣妃的病还是一会儿好一会儿烦 荣府早就送来了替代她的人 在这皇宫似乎没有什么不可替代 我去见荣妃 荣妃恨不得生淡我肉 你以为皇上真的爱你吗? 我缓缓勾纯 这就是我与她不同的地方 她爱皇帝 所以封我 可我不爱 荣妃听说自己成为妻子后 又哭又笑 当天晚上 宫人禀告荣妃跳壶自尽 死之前 留了一封信 言语之间 全是对太后的愤懑 太后真的被气病了 中风 我去世级时 太后已经不能言语 她看见我 眼眸里全是怒火 我温柔地照顾她 往她嘴里送了一块糕点 太后最是喜甜 早就得了消可症 这甜 无疑是慢性毒药 听说消可症发展到最后会皮肤溃烂 疼痛不堪 我还趁机将她的工人都换了一波 明知太后身体不爽 还让不三不四的消息传进来 死不足惜 太后两眼瞪折我 我握紧她的手 母后放心 我已全部安排妥当 太后晕过去了 这里里外外 都换成了我的人 自然有人天天将甜食喂给她 她越渴就越想小便 工人来回更换 一来二去 太后病情越来越缠绵 至于皇帝 她只顾趁机夺权 荣家被一降再降 这等好消息 我当然要传给太后 太后欢喜极了 牙都不小心掉了两颗 转眼间 阿岁都四岁了 宫里莺莺艳艳 新来的人多少都有一些姐姐的影子 自姐姐死后 皇帝每年都要为她写道王词 时不时地就要来我这儿念上几句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字难忘 我静静写着字 在旁听者 她揽住我 说我越来越像姐姐 我不着痕迹地正开 十分恶心 姐姐真心对她 在太后那儿受了委屈 都生生忍遮 不肯叫她为难 姐姐说起她们的从前 红袖天香 共讨诗书 两人一个弹琴 一个吹枭 好不恩爱 可后宫的女人太多了 接个她头疼 皇帝去了 名个她有喜 皇帝又去了 她一次一次地被舍弃 结果她死了 反而成了皇上心口的朱砂痣 姐姐呀 姐姐 死亡不是惩罚 死亡是弱势者的意淫和幻想 怎么可能 人一死 对方就从不爱到爱了 不过是犯贱罢了 得不到的 够不着的 才是最美好的 她不配一边美人全力在握 一边怀念姐姐 她喜欢美人 我便给她找更多的美人 世家千金不够 风尘女子一渴 当揽月站在我面前时 我都有些恍惚 与姐姐八分相似的长相 三四分相似的性情 立刻成了宠妃 被封为贵人 风头无限 她与皇帝恩恩爱爱 皇帝甚至给了她交房之喜 我都没有的殊荣 后宫人都嘲讽我一个皇后 不如一个风尘女子 有人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他们不知 揽月的出现 并非偶然 是我亲手将她送到皇帝的面前 皇帝昏聩 宠幸坚定 揽月的父母坚定所害 这才沦落封尘 太后有两错 一不该为得不配位的儿子 保驾护航 二不该动姐姐 但她坚持不放权 却是对的 皇帝亲政这些年 招令西改 人生鼎沸 朝廷正是她逐渐荒芜 格外贪图享受 无奈之下 有人求到我这里 一开始 我只是帮忙整理 逐渐皇帝声称头疼 便一股脑地全交于我 她搂着我 说有我在身边 真好 我温婉柔顺 从不与她争执 她说 姐姐虽好 就是偶尔脾气有些执拗 总是对她有所抵触 不似从前出狱时美好 姐姐爱她 所以有脾气 我又不爱 她的头疼愈演愈烈 每天都有被抬出去的尸首 我听见有人喊她暴君 我眼眸一暗 直到时机来了 这些年 阿岁逐渐长大 文武不亚于皇子 备受称赞 人人都可惜阿岁只是皇女 可高位能者居之 为何要拘泥性别 终于 在皇帝发狂 当朝斩杀官员后 众朝臣怒了 暗朝汹涌 我摸着阿岁的头 问她怕不怕 阿岁面不改色 见出把落 不怕 我含笑点头 阿岁生得很好 她有姐姐的聪慧 多了我的狠心 我不用为她太担心 皇帝被囚禁时 癫狂发作 她愤怒盯折我 扬言要杀了我 我坐在上手 旁边有人念着她的种种罪过 荒淫无道 滥杀无辜 她捂着头 疼得在地上打滚 有黄色液体从身下流出 狼狈不堪 她骂我毒妇 要与我永不相见 我连一个眼神都没给她 直接吩咐人 取走了姐姐所有的旧物 待她死后 我亲自主持丧礼 力排众议 让姐姐与她 分葬两处 她到死 都不知道 让她头痛的药物 是我下的 她很多疑 我只能日日涂在红唇上 只为伺机下毒 这些年下来 我早已是强弩之末 不过很直 我终于为姐姐报了仇 让阿岁得以不认人摆布 她可以去自己想要去的任何地方 只要她想 不是和亲 不是笼络朝臣 弥留之际 我仿佛看见姐姐在跟我微笑招手 她骂我蠢 怎这般早早地变来了 我咬着她胳膊撒娇 埋怨她走得急 都不等等我 姐姐笑哭 说我是在偷着乐 还说我白瞎这么大人了 一首字写得还不如阿岁 提及阿岁 姐姐眼圈红了 我拍了拍她 让她安心 阿岁很坚强 她点点头 清风吹来 阿岁满含眼泪 规规矩矩地在我床头磕了三个头 叫了我三声娘 我从不许她喊我娘 只让她叫我姨娘 养她十几载 将她培养成才 成为皇太女 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 来路很长 希望她能替姐姐看遍山河